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待會兒練習一下 就是先抓那個什麼 剛剛的那個全審郵局地址這個範例 我是把它放這邊 我就不移啦 反正我就放單路 我找得到就可以 那也許你們放滴碟也可以 滴碟比較好找 那因為我這一台電腦沒有滴碟 我就先放這裡 然後呢 假設呢 我們如果先讀三重好了 如果假設我的需求 我假設三重 我希望把三重這個資料 把它寫到eSale算了 直接寫eSale 那怎麼寫到eSale 當然第一個 你其實如果不會 你可以拿前面來參考 但第一個我先開檔 所以寫的方法 我們先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呢我如果要先把這個資料 全部合併到eSale裡面算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先開一個新的module之後 然後給它F等於有沒有 open 前面寫法都一樣 然後刮鬍之後路徑 路徑的話呢 記得這邊給完整的路徑 那這個路徑的話 對不對 因為之前我們是放根目錄 我們那個目錄底下 所以不需要哪個磁碟跟哪個資料夾 可是這個地方不一樣 我是放在C碟底下 哇一串 所以記得啦 如果這一串的話 我習慣用點上面的路徑 然後按右鍵複製一下 這樣比較不會錯 不然的話你路徑這麼一串 自己打也容易出錯 然後我先 假設我先把三重變成eSale好了 OK 所以三重怎麼變eSale 然後把這個路徑給它 然後後面加上斜線 然後就是三重點TST 所以這邊自己打一下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再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模式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在路徑底下有反斜線 反斜線的話是一個拖曳資源 就是這個資源是保留的 因為在程式裡面也會用到 所以要不就是說 你在這個裡面加兩個 兩個才對 一個不行 一定要變兩個 可是有太多兩個怎麼辦 所以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在路徑的字串前面加一個小R 他就會知道原來你這個是一個什麼 一個路徑 這個後面三重點TST沒進來 我用貼的好了 也有開這個 三重點TST 然後逗點 我要讀嘛 所以R放進來 這樣就OK了 那我產生一個F物件 那再來的話 我要什麼 我要把它讀到Excel 誒 讀到Excel還記得吧 我們是什麼 用ReaderLine 所以我用前面加一個List 用一個List1去切好了 等於F.ReaderLine 因為記得 就要把每一行都讀進來 所以ReaderLine 我要讀到哪裡 讀到List1裡面 所以它裡面每一行 假設100行 全部都會放在List1裡面 但是 我們打開這個檔案看一下 它的檔案基本上 它的每一個資料中間並不是逗點 而是什麼呢 而是空白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分開來 也就是它有四個欄位 那你就是用什麼 用空白來切 所以切的話就是 一樣這邊的話就是把所有的行 所以我是寫成4I in range 然後範圍的話從0開始 0是可以省略啦 反正就打一下 OK 然後總共的話就是 它這個串列的總長度 就是總行數 然後冒號一下 然後冒號一下 Enter 通通幫我跑一下 那跑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每一行的資料再切割 切割到List2裡面去 所以切割的話就是 就是每一個 這個List1的每一個 每一個的話就是中刮弧 裡面加一個I 然後做切的話就是SPRIT 然後按照空白 空白的話就是雙語號 裡面加一個空白就可以了 OK 然後它會切割到List2裡面去 我們要多一個List2 這個寫法跟剛剛還滿像的 然後就把它切割到List2裡面去 那也就List2裡面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串列的 那我們再來做什麼呢 把它丟到那個什麼 把這個串列 那你可以先print看看對不對 print什麼 printList2 執行一下 看一下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個的 對 沒錯 1 2 3 4 不過尾巴好像多一個 換行的符號 多一欄 不過好像這個也不影響 我們暫時先不處理好了 不然的話其實你也可以把它strip掉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先有串列 那再來就很簡單了 一個串列嘛 那剛剛才用過 那我們如果要把它寫入到 那個Excel的話呢 那怎麼做呢 如果你假設忘了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到我雲端白板上面 的第幾頁剛剛才寫過嘛 有沒有 有一個叫寫入資料的一個部分 這是讀取嘛 那寫入在這邊 你會發現啦 其實就是這三行 在第幾頁 在這裡啦 其實剛剛才寫過的 在這邊 第十一頁的地方 那也就是說怎麼樣 把上面的三行 有沒有放上去 然後尾巴的話呢 就是append加save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把這兩行寫到這邊 那縮排器也要改一下 OK 有沒有 那我就把這個工作表裡面 append的這個東西 然後名稱的話也許幫我把它存到哪裡呢 乾脆存到我的這個路徑 這個download好了 把它存到download download底下 然後存成叫三重.xlsxr 好 前面記得啦 這邊因為路徑都有反斜線 所以加一個小R OK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 誒 寫完了 其實應該等於也是一樣 複習一下 那三重就寫出去了 看看 如果OK的話 那應該會產生一個叫三重.xlsx的一個檔案 在哪裡 在download這個地方 那當然你如果在 如果你練習的話 你可以放在D點底下 OK 好 然後執行一下 看一下結果不OK 看起來應該如果這邊對的話 那其他應該 這個是剛剛做過的 然後append的進去 然後save到這邊 執行一下 看一下沒有錯誤訊息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download底下 看一下 我的download在這邊 應該會多一個叫三重.xx的檔案 有了 那我就把它打開看看 裡面是不是三重的所有的資料 有沒有幫我加進來呢 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有 把欄寬加大一下 然後control向下一下 總共的話是55筆 就這些 OK 所以一個檔OK了 對不對 這個其實有點複習剛剛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把資料寫到save裡面 應該沒這麼簡單 但是目前的話 是一個檔案OK 可是多個檔怎麼辦 你想說多個檔的話 再來就是中立嘛 中立怎麼辦 難不成再把它貼到下面再跑一次嗎 我們還是說把這個改成中立 不對 所以最後的話乾脆改一個叫o o的版本 o的話呢 因為總共有25個檔案 所以25個檔案這個時候就麻煩了 所以後面的話呢 需要有一個方法 可以怎麼樣知道說 這個目錄裡面到底有幾個檔案 的檔名跟副檔名 然後呢 我如果取得這個檔名跟副檔名的話 那我只需要怎麼 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第一次先放三重點tst 第二次放中立點tst 以此類推 那我不就可以把所有的那個什麼 目錄裡面的所有東西 通通都跑一輪 那這樣不就全部都把它塞到eSale了嗎 欸 這樣就方便了 但問題來了 有什麼方法 可以取得目錄裡面的所有檔名 跟副檔名的訊息呢 那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你就要再多學一個 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叫oS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要學那個oS的話 我先把這個先註解一下 所以 根目錄底下所有的檔名 你可以用input 然後呢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oS 控一個oS 這個oS的話 其實指的就是 Application System 指的就是作業系統 然後呢 相關的訊息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寶 我記得好像我這邊底下 全水魷魚地址這邊有一個列一個表 這邊就是有關那個oS的這個模組裡面 能做的事情有這麼多 其實還滿多的 這個 能做什麼呢 它能夠 好像這裡 這個 模組 31的地方 那其實最重要的啦 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這個oS.work 有沒有 叫遍例目錄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幫你把整個目錄裡面 所有的檔名跟副檔名 通通找一輪 然後呢 回傳給你什麼 回傳給你 它的檔名跟副檔名 那放哪裡 因為絕對不止一個 所以它會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喔 那寫的方法特別是 它這個寫法的部分 需要兩個回圈 那為什麼需要兩個回圈 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個有一個方法一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3的4頁這裡 就有一個4回圈 其實就這一段 我直接拿這個來參考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因為這個字數不多 如果說呢 我希望得到某一個目錄底下的 所有的檔名跟副檔名的話 那我可以先給三個參數 然後後面的話 in always.work 然後給它我的那個目錄名稱 那我的目錄名稱在哪裡 在這裡啦 所以我把 因為我這個 之前是放在第一點 因為我第一點比較簡單 那現在是放download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叫做C-mail斜線的download 底下的這個目錄 OK 這樣滿長的喔 那特別注意呢 為什麼前面會有三個變數名稱 主要原因是因為喔 這個 always.work 它會回傳給我們三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它的路徑 它會再repeat這一次 第二個就是這個路徑底下的目錄 所有的目錄名稱喔 所以如果假設目錄裡面還有目錄啦 就是有資料夾 紙資料夾的話 它會幫你把它列出來 那最後一個就最重要 就是說list 1 這個list 1指的就是 我們那個什麼 資料夾裡面到底有多少個 這個檔名跟副檔名 所以啦 最後的話你就把list 1 print了出來 所以你先打一個printer 然後把什麼 把那個list 1有沒有 把它放到這裡來 那你把它print了之後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看到結果是長這樣的話 有沒有看到 那等於就是說呢 它基本上 always.work 非常好用 它直接幫你把整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 裡面的檔名有沒有 跟副檔名的相關訊息 幫你把這些訊息 直接幫你列一個清單到這個地方來 有沒有中國阿虎 三重.tst 中立.tst 一直到鳳山.tst 應該鳳山在這裡 反正還有風源 這些都有 反正全部的名稱都在一個清單 欸 那如果有這個訊息的話 那後面就簡單了嘛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還滿重要的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有多個檔案的話 勢必一定要熟悉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就可以幫你怎麼樣 指定某個目錄裡面所有的檔名副檔名 那如果我們剛剛不是三重寫成功了 那再來其實就套用這個 所以等於是把這個方法再套到剛剛開檔的上面 有沒有 然後再把三重.tst 那個地方用這個串列取代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怎麼做啦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改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你會發現還滿快的 一下25個檔案的所有資料 通通都跑到Excel裡面去了 那感覺滿讚的 因為以前可能大家都希望這樣做 但是為什麼不做 因為以前都人工作業 誰要去做 每天都Ctrl-C、Ctrl-V、C 因為有太多舊資料 你要變成Excel裡面的資料 那勢必你需要 如果不會寫程式就是人工作業 那如果會寫程式 那這件事就變簡單 而且非常快速 一下子全部都進去的 好 那所以我們已經把這個List1有沒有 不過我建議這個List1可能改個名稱 因為我們程式裡面也是List1 這邊也List1 那會衝 所以怎麼辦呢 我改成File1好了 名稱不要一樣 不然的話真的會衝突 那這個地方改一個File1好了 這一行其實滿重要的 那再來的話我們接下來就是把它逐一的列 把它檔案逐一的叫出來 那底下Enter之後下一層就是Form I in range 一樣從0到Len 這個寫法都一樣 就是這一個 也就是說全部的檔案 我要做一個取得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再把這兩個 在中間的中間這些按兩個TAB 第一個TAB是第一個FOR迴圈 第二個TAB是第二 因為我們變成說在FOR迴圈的下一階的下一階 記得有兩階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然後呢 再來最後的話 請你把三重.tst這個地方 改成File1中括弧 所以這邊的話 串一個 把這個 把這一個 因為我要抓第一個檔的話 就是File1加上什麼 那記得這邊中括弧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所以它第一次抓 就是三重.tst 第二次抓就是中立.tst 那以此類推 一個一個抓 這邊會出現一個錯誤啦 跟各位講一下 雖然這個R可以讓你不用反斜線 可是對尾巴這個不行 所以記得尾巴這個地方 它還是要兩個拖曳資源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邊必須要加兩個 其他還是維持一個沒關係 尾巴那個一定要加 因為你有串接動作 它還是會發生錯誤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這樣應該OK了 好像程式已經應該都寫完了 我看 所以它三重.tst 然後把它讀了之後寫進去 然後存成all.tst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中立寫進去 一直跑到鳳山 那不就全部合併了 應該寫完了嗎 感覺好像很複雜的事情 寫13行就OK了 試試看好了 看起來好像應該其他不用改了 不過你會發現這真的還蠻複雜 外面兩個四圍圈 裡面又一個四圍圈 三個四圍圈 所以你們如果要把python學好了 好像一定要把四圍圈給學好 不然的話我看這個實在是有點... 好 那把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來亂亂看 執行一下 有沒有錯誤訊息 好像沒有 OK 而且全部好像都跑過了 而且蠻快的 再來的話我帶我的根目的底下看一下 我是放在全省郵局地址的外面 所以我把它放在download這邊 看看有沒有叫o.tst o.xlsx 有在這裡 那最後最關鍵的時刻來了 打開來看看裡面有沒有所有郵局的資料 打開看看 如果有表示成功了 我們看一下Ctrl向下 1,315筆 然後往Ctrl向上 最後把藍寬拉寬一下看看 再捲一下 對 不過這個資料蠻舊的 所以是什麼台北線 現在都新北市了 OK 那底下的話看起來應該都沒錯 所以理論上已經全部都合併成功了 OK 那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我再改哪些地方 我再把重點說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先把什麼呢 先把那個檔案先開啟有沒有 然後寫一個三重 第二個的話就是外面在包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要寫Excel的 所以先寫三重 剛剛的話又增加一個什麼 把那個全部的路徑把它寫出來這個部分 有沒有 所以我加在這個外面 那我把它Ctrl-L一下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我再改哪些 OK 所以特別是我剛剛是在這個地方 Import一個OS 然後Root跟DIR還有File1 這個File1才是主角 那把它全部怎麼樣 通通都列到外面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在這邊可以的嗎 把它先print 所以假設你們可以先第一個print它 print什麼printfile1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file1裡面放的 就會是我們要的這個 所有的檔名副檔名 那我才把這個改成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看關掉或刪掉都沒關係 那我再把File1裡面的檔名副檔名有沒有 寫一個回圈 然後配合上面的回圈 把這一段有沒有 放到哪裡呢 放到open的上方 所以我剛剛這個把它打開 Ctrl-1 然後放到open的上面 把它拉過去 這邊open 拉過去放這邊就好了 但是因為有兩個for回圈 所以記得把底下open一直到safe 這幾行按兩個tab 1、2 為什麼? 因為要放在兩個回圈裡面 好 然後呢 這個三重點txt有沒有 記得改成這個串列的變數 所以這邊我做了delete down 然後串接什麼呢 file1 有沒有 串接file1 中刮弧 裡面記得放i就可以了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反斜線比較特殊 它一定要兩個 因為你有串 只要有串接 一定要恢復成兩個拖曳資源 這個是固定一定要記的 這個比較特殊啦 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OK 所以理論上我大概就是增加了這個東西啦 然後放到哪裡呢 放到剛剛open的地方 所以記得這邊一定要把它縮排兩次 縮排兩次 然後再把取得的這個file1 放到原來檔名跟副檔名的地方 讓它可以去跑25個 檔名跟副檔名的這件事情 所以它就會先跑三重的 然後append的進去 再換成中立 南投一直到最後縫三 全部OK了 這一段程式碼 我看我應該也有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再找找看 來畫面 試一下這個地方